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821集 独尔查谋划已久 他不是那种能藏得住心事的人 可是自从被小言之痛斥辱骂之后 他就成为少人关注的小抉择 他的兴奋 他的脸红 他的目光都被众人忽略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独尔查就像一头呆滞而又凶狠的猛犬 即使是在不顾一切地冲向猎物时 体现出的勇敢力也带着一丝愚蠢 他端着酒碗走向小言之 许多人看到了这一场景 都以为他是在向小言之献媚 褶素甚至微微皱起眉头 觉得独尔查选错了时机 门口的四名卫兵在帐篷边缘绕行 尽量不惹人注意地与独尔查会合 顾审为就是在这个时候生出警觉的 但他的判断出现失误 将焦点放在了褶素身上 打算一旦事情有变 先控制住奶行族的老将军 接下来的事情出乎他与所有人的意料 放文室与疏离图 黎曼和多吞一直在低声商议对策 甚至没注意到第一幕场景 多尔查一口就没喝 粉白的脸上却透出不均匀的红色 不真诚的笑意只是增加了凶恶 一截大拇指还浸在酒里 小颜值扫了一眼立刻厌恶地扭过头去 打算拒绝这碗酒 小颜值 多尔查的声音微微发颤 对方的冷漠高傲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争碗酒破了小颜值满头满脸 小颜值呆了片刻腾得站起身 就算是破坏多顿的大计 他也不能接受这种当众羞辱 多尔查和他想的一样 他顶着新日烛王的光环 率领十万骑兵来到这里 得到本族人的承认 也受到两位韩王子孙的欢迎 他正处于人生的巅峰 眼前的景象与感觉 经历一次就永远也不会忘记 结果一切都毁在了一个女人手里 一个本该匍匐在地向他效忠的女人 多尔查的反应比较慢 当时他被吓得蒙住了 尤其是褶素竟然没有站在自己一边 更让他无所适从 只得被迫吞下那活生生的羞辱 多尔查越想越憋屈 而且变得疑神疑鬼 觉得身边每个人都在笑话自己 为什么军官们的腰弯得不如昨天地 为什么士兵们交头戒耳 看到他却立刻闭嘴 为什么事情的女奴会露出过分的笑容 他心里装不下这么多东西 必须倾泻出来 多尔查制定不出明晰的计划 他只想到用酒破莲这一步 四名卫兵则是防备有人上前阻止 小炎之站起来了 像一头愤怒的母士 只要放声一吼 就会引来成群的豺狼助手 看着他 多尔查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已经失去理智 泼出去的酒 反而点燃了更旺盛的怒火 多尔查一把揪住小炎之的头发 将他从厚厚的沾毯上拽下来 狠狠地扇了一个巴掌 满帐篷的人 他却只向这个女人怒吼 贱祸 多尔查 折束大叫道 惊讶得眼珠都要快掉出来 小炎之的随从冲过来 却被四名卫兵挡住 许多人跟龙王最初的想法一样 以为这是奶行族设置的陷阱 于是有人向外逃跑 有人扑向折束 场面一下子陷入混乱 多顿的第一个反应是冲向小炎之 将他从独尔查的手中救出来 黎曼和几名伙伴 却一起拦住了他 他们不能让王子冒险 护着他向帐外跑去 一路上连推带踹 替他开辟通道 方文氏将疏力图抱在怀里 大声叫龙王 顾沈为却窜向小炎之 独尔查那一声怒吼 让他明白这并非策划好的陷阱 乱糟糟的人群阻挡他的陷路 顾沈为不得不先打倒四名围兵 身后的混乱让独尔查稍微恢复理智 拔出药刀架在小炎之的脖子上 转身面对众人喊道 谁也不准过来 谁也不准走 顾沈为只能停下 独尔查 你他男的他疯了 折肃迈出一大步 再过来我就砍掉他的脑袋 独尔查双眼红的像是要流出血来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不在乎 折肃止住脚步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独尔查竟然来真的 在他辅佐老日猪王的几十年里 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形 已经跑到帐篷门口的人群停住了 没有出现成群的刀斧手 没有密集射来的箭矢 站外也没有任何异样 自己的随从与卫兵都守在原地 这一切都似乎表明陷阱并不存在 多顿恼怒地推开黎曼等人 刚向里面走出两步 独尔查又吼了一声 我说过 谁也不准弄 多顿看着折肃 这算怎么回事 褶醋焦头烂额 他已经掌控一切 很快就会为乃行族赢得巨大利益 实现老日猪王的不分夙愿 没想到会被自己选中的人 全给破坏了 他尽量缓和语气 多顿恰 放开小颜知 这可不是闹着玩 别拿我当小孩 多顿恰的怒意丝毫未减 减货不向我赔罪道歉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小胭脂坐在地上 头颅不自然地向后仰着 声音虽然有点发颤 语气却是坚定的 做梦 多尔查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一刀砍不下我的脑袋 你就不是男人 多尔查 牙咬得咯蹦咯蹦之响 贱货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那些丑事吗 什么老汉王从天上垂视 他要是看到你 跟多顿睡一个被我 早就娘的气吐血了 住嘴 折诉门贺 胡说 多顿怒斥 小胭脂与多顿的恋情 不少人都有耳闻 但是在大多数 北庭人的心目中 只要不过分张扬 就可以接受 如果多顿继承韩位 那取小胭脂 更是顺理成章 我胡说 多尔查的痛恨 蔓延到多顿身上 少来这一套 我现在一刀割下去 你跟他要是没有奸情 就站到一边去看着 别吱声 多顿又急又怒 乃行族 要公开反叛吗 这个贱货是乃行族的人 怎么处置 由我做主 我就是日猪王 谁敢不承认 多尔查疯了 这是所有人一致的看法 这次强牙怒火 劝道 多尔查 日猪王称号是你的 跑不了 但你得冷静 想想你父亲会怎么做 多尔查牙子欲裂 我父亲死了 我当你是父亲 可你却背叛我 跟外人一起欺负我 哲苏 你是叛徒 没资格教训我 哲苏心中一万个后悔 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当初为何要选利多尔查 多顿先冷静下来 多尔查没啥小颜知 就说明事情还有得谈 多尔查 放了小颜知 你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哈哈哈哈 我有那么笨吗 多尔查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只在意一件事 先让贱女人向我道歉 这正是多尔觉得最难办的事情 只得将声音又放低一些 小颜知 道个歉吧 小颜知沉默片刻 多尔查 你要是不杀我 他顿了顿 似乎在做最后的决定 我发誓 会把你千刀万挂 多顿叹了口气 小颜知冰雪聪明 就是太骄傲 除了老韩王 从未在任何男人面前服软 而老韩王当年 也正是被一点锁明住 多尔查举起刀 除了继承报仇 他不知道还有什么选择 他忘了帐篷里还有一个龙王 在众人的骑声惊呼声中 顾沉维出手了 他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既能救人 又不会伤人 多尔查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刀是怎么消失的 甚至没看到龙王的身影 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 撞在胸前 不由自主地飞了出去 左手仍然牢牢抓住一缕头发 一眨眼的光复 顾沉维完成救人的动作 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 扶起小颜值 几乎是拖着他 走到多尔面前 将刀与人都交给对方 多尔下意识地接过刀 小颜值虽然嘴硬 人却早已瘫软 头皮阵阵发痛 一下子倒在多尔怀中 再也站不起身 也不肯离开他 多尔紧紧撩住他 向龙王偷去感激的目光 多尔查从地上爬起来 茫然地转了一圈 四处寻找自己的刀 最后才发觉 他在多顿手里 接着他看到了小颜值 愤怒勇气愚蠢 突然间同时消失 多尔查知道自己危险了 大喝一声 没头没脑地向外冲去 一具肥大的身躯 挡在前面 折束双手按在多尔查肩上 将他牢牢控制住 说道 你是日主王的儿子 我不会让你死在别人手上 多尔查呆呆地问道 真的 一场意外结束了谈判 乃行族什么也没有得到 客人们匆忙地离去 没有人再对结盟怀有信心 疏力图回营之后 立刻下令全军戒备 多顿罕见的没有插手 事实上 他整夜都待在小燕之帐篷里 安抚他的情绪 尚观如早听说了消息 一直在伦王帐内等候 顾省为协助树立图 发布一系列命令之后再回账 此时已是深夜 会发生战争吗 尚观如问 这次说明天会把多尔查的人头送来 所以看情况吧 小燕之 他没事 掉了一些头发 有点吓坏了 尚观如长出一口气 这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 顾省为还无法对这件意外 做出明晰判断 好消息是 乃行组不太可能与多顿结盟了 坏消息是 这组没准会破破陈州 干脆投向东边的罗罗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顾省为说 我需要你的实话 尚观如 尚观如点点头 到了这种时候 他不能再隐瞒了 进来吧 一名中年女人 走进帐篷 向尚观如示礼 对龙王不理不睬 她是我的隐蔚 一名青面 尚观如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822集 她叫钱英 跟随我已经四年多 分开过一段时间 在通天关 父亲让她重新回到我身边 尚观如介绍道 金鹏少主 都有自己的青面影位 尚观如从未取得少主身份 能获得影位的保护 是一次罕见的特例 整个金鹏堡里 智者甚少 当独步王将双胞胎 在派往逍遥海试过送死的时候 又魄力收回了钱英 钱英其貌不扬 很有可能经过易容 微微低头 双手在身前交叉 自从进到帐篷里 就没有说过话 这样一个人 顾盛围平时绝对不会注意到 我让她一直监视小言之 偷听到不少消息 你早就怀疑小言之 顾盛围真的有些惊讶了 尚观如摇摇头 不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监视她 钱英得到暗示 攻身退下 在门口抬头迅速扫了龙王一眼 这一幕没有逃过尚观如的眼睛 笑着说 他对你的武功有点不服气 可父亲下过命令 我也要求他发过誓 就算你现在出道 他也不会还手的 尚观如相信轻面的誓言 所以才敢于隐藏他的存在 顾盛围的心中 警觉仍然挥之不去 就在军营里 竟然藏着一名金鹏宝轻面 这让他非常不舒服 好像门户大开 随时都有危险 尚观如猜到龙王的心事 轻面极少参与刺杀 他们是金鹏宝的最后一层保护圈 就像是那些石墙 即使是独步王的儿子 对轻面的了解也不会太多 尚观如自然说不出更多的内容 郭胜薇不想纠缠下去 可眼前的女子显得很陌生 她心里那种根深蒂固的信任 开始动摇了 监视小颜值的原因 可以说了吧 尚观如叹了一口气 我本想拿到确实证据之后再告诉你 好吧 我在追查你的真实身份 我相信小颜值是知情者 顾身为着实吃了一惊 无数的疑惑在心中泛气 很快她明白了尚观如的用意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让我放弃复仇 证明我的家人 其实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尚观如似乎有点吃惊 漆黑的毛子里 闪过一次受伤害的神情 我不会为金鹏宝辩解 更不会保护她 就算顾家不是你的亲人 他们抚养你多年 你也应该复仇 我希望 我希望你放下的是仇恨 而不是复仇 那有什么区别 顾身为变得生硬 甚至没有立刻追问尚观如 怎么知道自己是顾家的人 复仇是你的权利 也是金鹏宝应该得的报应 可仇恨 你的仇恨是不自然的 他现在帮你复仇 以后却会把你毁掉 就在这一刻 尚观如脸上仅存的少许稚气 茫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关切 期待和痛苦 他就在这些煎熬中成熟的 我不能眼看着你一步步走向绝路 顾身为觉得身体里的某样东西松动了 只是一只无形的手将他牢牢抓住 你不懂 他说 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懂 仇恨 是力量 你不能把它从我身上带走 仇恨是力量 尚观如重复道 他太熟悉这句话了 金鹏宝的整个杀手制造过程 就是在实践这一理念 顾身为对他的警觉消失了 他仍然相信这名女子 就像相信自己一样 你都知道了 他转移话题 不想再继续讨论无意义的事情 上观如点点头 在龙婷的时候 我先见到的小颜知 他对你的兴趣超乎寻常 尤其是你的相貌和出生日期 我偷听过他与日主王的谈话 这么说你的真名叫顾慎为 八哥当年拿回来的两颗人头 都是假的 伤观如毕竟是在金鹏宝长大的 对于潜伏偷听这种事情 非常坦然 又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顾身为坐下 还是感到有点紧张 但是与上观如无关 而是发现军营的防护仍有漏洞 那是一件怪事 我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按理说第二颗头颅 是不会被认错的 可他偏偏被接受了 金崩宝没人认识你 确认头颅的肯定是雇主 我会找出这个人 顾身为说 他会找出与顾家灭门有关的一切人 让仇恨延续下去 你真相信我的身世有问题 老汉王曾经弄出一名女奴 但那是拙劣的骗局 上官如正色道 小言之肯定知道点什么 他提出假扮你的母亲 绝不是心血来潮 必然有事实依据 才会想出这个主意 顾身为沉吟片刻 他已经能控制情绪 既然上官如认真在做调查 他也可以严肃对待 但那只是骗局 让我以为还有更大的交易 其实他只想让树立图当众出丑 乃行族到时 就剩下多顿一个选择 是 钱英昨晚偷听到 小言之语多顿的谈话 可他很晚才告诉我 我给你写了纸条 没办法说得太详细 顾身为能理解 一名金鹏宝青面 虽然受命不得刺杀龙王 但也绝不会主动提供帮助 他白天的时候 没有明白上官如的意思 差一点中计 不重要了 多儿查把一切都毁了 乃行族十有八九会撤退 上官如点点头 认同龙王的猜测 还有 多顿自称与小约堂 保持着联系 和女手中有一份 老汉王遗诏 上面写着多顿的名字 就凭这一点 他们也不会断了联系 顾身为对此 一直持有实际态度 这也是他 从未相信多顿的重要原因 多顿真是汉王继承人 上官如很是惊讶 不完全是 顾身为想了想 决定说出真相 老汉王拟定两份一招 多顿和罗罗各有一份 老汉王让我做出选择 可他先死了 上官如眼睛一亮 老汉王才见过你一面 就这么信任你 你想说老汉王 也知道点什么 有可能 上官如兴奋了 选立汉王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怎么会轻率相信一名外族人 因为外族人 永远不会与汉王子孙发生竞争 可老汉王错了 不是吗 只需要几个简单的谎言 外族人就可以成为北庭人 甚至取得汉王血统 显言之对你用了这一招 罗罗也是私生子 老汉王会对此毫无防备 上官如已经将自己说服了 每一个迹象 似乎都在证明 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可所有这些事情 都敌不过顾身为 心中的感觉与印象 我在父母身边生活了十四年 如果你看到从前的我 绝不会生出现在的怀疑 从前的你 上官如露出微笑 竟然有点悠然神亡的意思 是什么样子啊 顾身为一愣 没想到他真会感兴趣 啊 家传武功我练了将近十年 一事无成 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你就知道 我从前是什么样子了 上官如扑斥一声笑了 脑海中浮现出 哥哥上官妃的形象 与眼前的男子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随后 他的神情黯淡下来 龙王的前后变化越大 心中的仇恨也越深 顾身为不想让他过于失望 说道 我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其实我父亲在北庭留置期间 真的有什么 上官如摇摇头 不 小言之就是对你感兴趣 知道你的大概年龄之后 更有兴趣了 你自己说过 小言之并不可信 而且身世改变不了什么 死去的人是我的父母之亲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上官如回避他的话 四处看了看 轻轻砸嘴 我忘了 这是你的帐篷 没有酒 顾身为犹豫了一会儿 挪开一堆沾毯 从下面拿出一只小酒坛 颠了两下 泡给上官如 上官如 记在手里 掀盖绣文 一脸陶醉 好酒啊 你怎么会有 徐小仪送过来的 上官如很意外 徐小仪最会派马屁 怎么会巴巴地 给龙王来一件 他不喜欢的礼物 突然明白过来 这本来就是送给我的 被你偷偷藏起来了 是不是 顾身为被抓了现行 你喝酒太多了 上官如没有看到碗 干脆捧起酒坛 大大地喝了一口 擦擦嘴边 发出满足的叹息声 不差这一点 告诉我 还有没有藏着好东西 没了 顾身为直指自己 减漏的住处 都在这里 上官如又喝了一口 你不知道酒的庙处 真的太遗憾了 顾身为体验过 酒憨似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 他才接酒 别人想一望痛苦 他却要时刻记在心里 等上官如喝掉小半 将酒坛恋恋不舍地放下时 顾身为问 钱英怎么会 有小月堂的米药 金蓬堡与小月堂 原是一家 从前也会制药 后来才禁止使用 小月堂违反协议离开沙漠 金蓬堡也没必要再遵守禁令了 这是钱英的解释 至于真实的原因 我不知道 上官如跟顾身为一样 心存怀疑 制作丹药非常麻烦 金蓬堡即使留着全部药方 想要迅速恢复这方面的能力 也不容易 顾身为解除对上官如的怀疑 又可以专心对付敌人了 好像是为了迎合这个念头 方文氏匆匆跑进来 看见上官如愣了片刻 然后急迫地说 大事 罗罗帅兵打过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八百二十三集 主仗里已经乱成一团 前线的消息正向雪片般传来 有好有坏 互相矛盾 连罗罗大军到底进行到哪里 都说不清 将领们 意见纷纭 嘲嚷不休 书里图还算镇定 可他不知道 听从谁的意见才好 多顿带着伙伴来了 站在书里图附近 扔眼旁观 顾审为与方文氏 一进来就被众将围处 正如小燕之所预测的 当危机来临时 龙王比一名 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王子 更受欢迎 书里图送了一口气 几乎是迫不及待的 宣布将军权交给王氏 顾审为自然而然地 接管了北京军队 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 多顿似乎真心将自己 当成了客人 对此不置一词 顾审为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制止众人乱出主意 命令所有带来消息的士兵 重新报告 按照时间 地点 分门别类 提出无效的旧消息 和明显的夸大其词 两课钟之后 终于整理出大概情况 罗罗率军第一次 进到龙庭的时候 书里图十几万大军 严阵以待 双方对峙 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 随着冬季临近 罗罗退兵 书里图分兵南下 所有人都认为战争最早 也得在明年春夏之际 才能展开 罗罗出人意料地 使了一个回马枪 途中修正一段时间之后 他竟然向南进军 以锐不可挡之势 击垮了西域东部的中原驻军 解决背后隐患 随后马不停蹄地一路西行 半个月前 冲返龙亭 包围了留在那里 守卫老寒王陵墓的 五万进士军 消息从这里变得混乱 有人说进士军覆灭 罗罗正在大规模挖掘陵墓 也有人说双方没有开战 仍然只是对峙 但每一条消息都表明 有一支数量不详的罗罗军队 正向通天官即行 最多不超过十天就会杀到 前线的斥后 几乎是在敌军先锋的追赶下 回来报信的 虽然详情未明 罗罗的战略 却已经非常清晰 他要速战速决 在最后一段适合作战的季节里 消灭树立图军主力 从而取得草原的大部分控制权 疏离图军分兵过冬的做法 一切子成为难以挽回的错误 凤文士特别关注中原的反应 但这方面的消息少得可怜 中原的大军都囤住在本国边境 派往西域的没有多少 面对罗罗的不宣而战 一时间无法组织反击 即将到来的冬季 更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郭神威过去半年取得的权威 正经受着巨大考验 将领们虽然接受他的统帅地位 却不相信伦王会是马鞭罗罗的对手 只安静了一会儿 又发生了争论 这场仗不能打 罗罗赶来 必然是早就做好准备了 我军应该避其锋芒 用不了多久 第一场冬雪 就能替咱们打败敌人 这是最主流的意见 也是北庭骑兵常用的战术 但是向哪里撤退 却有着多种意见 通天官 小渊国 乃行族都成为可能 甚至有人建议 一直向西 到哪都行 也有人立住迎战 怕什么 揉揉远途奔袭 别人人匹马发 我军一待劳 还有的不赢 都等王子七万骑兵 龙王数万兵马 小王军近十万人 乃行族也有十万人 夹在一起打三十万之中 这要是一窝风跑了 今后哪还有脸再回来 坏消息总是接踵而至 三十万大军眨眼就打了水漂 众将领正在争论不休 一个确切无误的消息传来 乃行族 拔营撤退 这族宁可身败名裂 背上不受信用之名 也不肯杀死日主王的儿子 这一消息 引发更大的混乱 乃行族要投靠罗罗 我就知道 褶塑所谓的谈判 根本就是骗局 咱们都上当了 乃行族如果真的倒向敌军 树立屠军 唯有逃亡这一个选择了 郭审伟却宁愿相信 褶塑不会做出这种事 安静 我有话说 龙王的命令仍有效果 众将闭嘴都看着他 郭审伟却将目光投向黎曼 黎曼站在多顿身边说 乃行族不会投降罗罗 大概是要退兵自保 你敢保证 一名将领立刻发出质疑 褶塑是你父亲 可是瞧瞧多耳察做出的事情 乃行族还值得相信吗 我去把乃行族请回来 郭审伟说 帐篷里一片安静 这不可能 另一名将领脱口说道 龙王 我没有不敬的意思 可是 可是不是一下 就永远不会知道结果 将领们已经失去斗志 郭审伟知道 如果让这支军队逃亡 自己经营西域的策略 就会全盘结束 他必须再冒一次险 我去追乃行族骑兵 树立图留下长军 有军事辅佐 我的建议是迎战 如果飞退不可 小元国是最好的选择 那里已经囤积大量粮草 足够支撑易动 小元国好像容纳不下 一名将领刚说半句 在龙王的注视下急忙闭嘴 想要说服重将 还有许多麻烦 顾审伟只能留给 书立图和方文士两人 多顿意志保持沉默 相比于人心不稳的将领 顾审伟更担心这位王子 方文士的想法跟龙王一样 冲他点点头 表示自己会提防王子的阴招 顾审伟向帐外走去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跟龙王一块去 黎曼出人意料地站出来 或许我能说服父亲 多顿严厉地看着他 黎曼面朝众人说 龙王说得没错 这一战恐怕必须得打 而要让罗罗不战而胜 草原各部就会闻风而降 大事一去 再想挽回可就难了 他这几句话 主要是说给多顿听的 向主人身居一躬 快步追赶龙王 龙帆云已经点击五百名卫兵 前来火焰剧 你们留下 顾审伟接过江绳 翻身上马 想要追回乃行族 去去数百名卫兵 毫无帮助 龙帆云吃了一惊 龙王大意不得 顾审伟压低声音说 留下保护小王和军士 是 龙帆云勉强遵命 我是护卫 我跟龙王一块去 铁玲龙已经骑在马上 我也是护卫 必须得跟龙王一块去 韩分晚一步上马 神情兴奋的 像是要出去游玩 顾审伟同意了 你们两个在后面 保护黎曼 龙王不能一个人去 铁玲龙的劝阻才说出口 火焰剧已经窜出 普通马匹可追不上 时间紧迫 顾审伟指求速度 军营门口的赤后 指出奶行族的大致方向 军营门口的赤后 指出奶行族的大致方向 发现问话的人 竟然是龙王 吓了一跳 火焰剧全力奔驰 他不懂得主人的心情 只觉得酣畅淋漓 郭胜伟一边跑 一边寻思留下 奶行族的理由 夺耳查是不能杀了 此举定会大的得罪小炎之 得知他的阴谋之后 郭胜伟对此并不挂怀 可能还对同一 折诉之前的全部条件 允许奶行族取得 很大程度上的独立 这完全违背了 老韩王生前的意愿 郭胜伟更不在意 他担心的是 即使条件全部得到满足 褶素也不肯留下 站在奶行族的角度 坐上观虎斗 或者干脆投向罗罗 都是更好的选择 他必须得想个合适的理由 让褶素觉得帮助龙王才最划算 天边放亮 郭胜伟终于远远望见 奶行族大军 与此同时 他被殿后骑兵拦住了 我是龙王 要见褶素将军 郭胜伟大声说 哈哈 这个小白脸 说他是龙王 一名百夫长不懈地说 把你的大鹏鸟叫出来 我就相信 数十名士兵将郭胜伟团团包围 剑都已经搭在弦上 快说出真实身份 否则我们要放剑了 抱歉 郭胜伟可没有办法 召来红顶大鹏 抱歉什么 百夫长疑惑地问 郭胜伟突然从马背上跃起 不像十几步之外的百夫长 的确像是一只大鸟 数只剑同时射来 都被顾审伟甩在身后 在百夫长反应过来之前 顾审伟已经站在 此人身后的马背上 一手按着头盔 一手拔刀 威慑众人不准放剑 然后运气真气 大声吼道 折肃 龙王求见 这一声直传十余里之外 包围着无不变色 再也没有人怀疑 这名似有病龙的年轻人 是龙王了 火炎鞠跑过来 郭胜伟回到他背上 又说了一句 抱歉 百夫长的脸色 跟龙王一样苍白 示意骑兵们放下弓箭 没事 只要你是龙王就行 百夫长派出士兵引路 带着龙王追赶大军 直到很远还在遥望 向手下士兵说 看到没有 我在龙王道下活下来了 者素带领大批卫兵营出来 没有好脸色 生硬的像是一块碗石 来这止步 者素身边的将领命令道 此时双方还隔着四五十步 几百名卫兵或弯弓搭建 或挺枪向前 对龙王戒备重重 顾生为粘开双臂 表示自己并无敌意 大声则问 者素 你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者素玩石般的脸庞 变成了乌黑的铁块 龙王可没有资格 对他说这种话 顾生为挑衅 者素的同一时刻 书里图处仗里 自从龙王走后 形势发生变化 多顿终于开口 说服了相当一部分将领 小元国大丸之地 怎么容纳十万大军 童天关被以输了国 与碧玉城 一手难攻 不计方便 还要比这里 更好的过冬之地吗 方文是与书里图的反驳 淹没在嘈杂的赞同声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824集 方文是第一次领略 北庭式的辩论 发现自己全身的辩论 并然不是对手 多顿那一小伙人的言辞 并不激烈 方文是自信能博的 对方体无完肤 可每次一开口 声音就被淹没在 粗豪的叫嚷声中 一名支持多顿的将领 就站在他前面 晃动着高大的身躯 时不时移动两步 方文是虽然胖了不少 力气还跟从前差不多 推不动 躲不开 逐渐被逼向角落 听我说 方文是有点着急了 将领们无心迎战 多顿许诺的避难地 具有极大的诱惑 你们这群笨蛋 方文是的骂声 连自己都听不到 还差点被前面的障碍撞到 多顿深暗草原 南尔的山洞之道 将避难 坚守 说成战术与勇敢 罗罗就算有百万大军又怎样 攻不破通天关的墙 打不过冬天的雪 他怎么来的 咱们就让他怎么回去 对 罗罗自以为打咱们一个出其不意 咱们干脆不跟他打 咱们是北庭骑兵 不是中原的古板军队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就是老韩王 当年也曾经退却过 只要最后能打赢 更多的军官不请自来 他们虽然没有资格说话 但是每次有人支持 多顿一方的观点 他们都会高声赞同 方文士只好向唯一的盟友求助 不停地向树立图挥动手臂 树立图看到了那只白胖的手 内心深处 他也觉得退却是唯一的选择 可他更相信龙王的判断 几次三番想要表达观点 结果声音比方文士还要微弱 龙帆云和莫林从帐外挤进来 静止挤到树立图身边 帐篷里越来越乱 两人都有点不放心 看到这两人进来 一只守在树立图附近的阿哲坝 退回多顿身边 他是现场极少几名 保持沉默的人 树立图长出一口气 龙帆云和莫林同声宣令 谨声谨声 他们的声音压过了所有人 多顿的伙伴们对抗了一会儿 也拜下阵去 声音响亮在这种时候 比任何言辞都有用 请小王殿下说话 莫林说道 目光严厉地扫尸 替树立图挣得几分威严 树立图感激地向两人忘了一眼 向中将说 龙王临走时 说过了 他主张迎战 就算要退也去小冤国 一名将领马上接口道 大家没有要违背龙王的意思 他很快就会回来 咱们商量好 到时候再向他请示正得同意 如果龙王一定要迎战 咱们也不会反对 是吧 帐篷内外 响起一片赞同声 树立图却非常清楚 话虽这样说 将领们的决定 会直接影响全军士兵的想法 就算是龙王也无法扭转 可咱们退去了 留在龙廷的五万兵马怎么办 他们受到包围 大概正盼望救兵呢 这是一道难题 龙廷的五万人都是戒指军 战斗力强大 失去他们将是不小的损失 多顿的一名伙伴挤过人群 来到树立图面前 我是小王殿下的客人 不知道能说几句吗 方文士正与党路的高大将领 无声的贴身搏斗 没来得及发出暗示 树立图已经点头同意 当然可以 伙伴大声说道 我觉得龙廷的五万人 不需要咱们担心 他们守卫的是老韩王陵墓 罗罗但凡还有一点理智 也不敢在那里胡作非为 而且罗罗的目标是这里 是小王军队的主力 和多顿王子驻守的西域 分不出多少兵力 围攻龙廷 他的观点立刻得到应和 一名将领说 没错 只要两位殿下的十几万军队 屹立不倒 就能牵扯罗罗的大部分兵力 反而是在帮助龙廷的兄弟们 树立图 值得再找理由 就算要退 也应该去小冤国 龙王已经在那里 团好粮草 多顿亲自出马 先是大笑树生 引起众人的注意 然后走到树立图身边 一只手自然地搭在他肩上 龙王希望大军去小冤国 当然是一片好意 小王想去也可以理解 但是你们都没有去过小冤国 我去过 那是一座很小的城市 城内居民不过数万 根本无法容纳十万大军 龙王其实还是想在城外作战 童天关比小冤国都城还要小 方文士终于腾出嘴来 抢了一句 半只手臂在众人头顶摇晃 多顿没有寻找收化者 直接回答了这个疑问 童天关背后是半壁西域 地盘广大 小冤国依靠山谷 再是真正的无处可退 将领们与军官们纷纷点头 越想越觉得多顿一方有道理 等等 我还有话说 方文士尖声喊道 莫德伸出一股力量 以飞胖的身躯 硬生生撞到对手 挤开人群 满头大汗地冲到多顿身前 多顿傲然仰头 他的一名伙伴挡住方文士 你是北庭人吗 会骑马车舰吗 上国战场打过仗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 都是评判草原男儿高下的标准 方文士自然一向也不达标 但他一点也不服气 你是小王殿下的将领吗 会出谋划策吗 读过兵书懂得大略吗 伙伴一愣 方文士趁胜追击 至于尚没上过战场 你应该先问问自己的主人 这是多顿的烈士 他是在一群年轻军官的支持下 夺得兵权的 没有过像样的战争经历 多顿笑着推开伙伴 与方文士面对面 你是小王和龙王共同的军士 方文士点点头 我有资格说话吧 在这座帐篷里 小王才是决定一切的人 书立图正需要援助 忙说道 军师当然有资格说话 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方文士脑子里 其实是一团糟 与那名高大将领的搏斗 消耗了他大部分精力 连心思也不如平时赚得快乐 瞧 我有资格说话 他只能尽量拖延 寻找每一条反驳理由 总之不能辜负龙王的信任 让多顿将军队带走 多顿的一名伙伴 不耐烦地说 那你就说吧 咦 方文士故作惊诧 多顿殿下都说 小王殿下是决定一切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决定 我有没有资格 这是要反客为主吗 伙伴怒容满面 我没有 多顿及时制止伙伴 继续说下去 看着方文士微笑不语 四周的将领军官们 开始交头接耳 方文士知道自己 再不说点什么 场面又会陷入混乱 金鹏宝 他叫了一声 管金鹏宝什么事 一名将领皱眉问道 方文士脑子里灵光一闪 龙王告诉他的许多事情 汇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依稀可变的线条 换作平时 他会寻求更多的证据 此时此刻 却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不能去通电关 那里是陷阱 多顿一放的人 无不勃然变色 王子本人的笑容 也消失无踪 立声道 你敢污蔑我 方文士连连摇头 信心一下子全回来了 废爷废爷 殿下误解了 我说通天关是陷阱 其实殿下本人也是受害者 这回连树立图都糊涂了 军师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罗罗舍的陷阱 方文士仍然摇头 并无否定之意 完全是一种习惯 我有确切消息 金鹏宝有一位谋士 正在辅佐罗罗 我还有更确切的消息 通天关有人跟独步王 暗通款去 就是勾勾搭搭的意思 罗罗大军紧闭 目的正是要将我军 诱入通天关 然后秦鹏宝敞开 东边的千奇关 西域门户洞开 通天关父辈受敌 谁还逃得了 方文士目光灼灼 除了少数事实 一切都是他的猜测 但他绝不给人 质疑的机会 他的策略奏效了 一想到父辈受敌的局面 众人宁愿背靠 小渊国的山谷了 你怎么知道金鹏宝 德顿的伙伴问道 我知道 方文士装重地说 龙王与独步王 熬战多年 自有一套情报来源 我不能当着 大家说得太清楚 可是我知道 金鹏宝早已经 头像落落 这是确定无疑的 方文士心砰砰直跳 哪有什么要紧的 立刻派兵去抢占千奇关 不就得了 晚了 我敢保证 千奇关此刻 已经落入罗罗之手 他为什么要先 攻击西域的中原军队 因为那支军队 离千奇关很近 他怕被人抢了先 你说多顿殿下 军中有内奸 到底是谁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只会与殿下 私下说这件事 方文士感觉到 局势已经牛转 多顿的支持者 虽然不少 但他们都是军人 首先想到的 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等龙王回来吧 他大概会有 更好的主意 一人说道 马上得到 大量赞同 多顿强自镇定 看来 我得向独步王 兴声问罪了 他竟然对我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独步王肯定不承认 方文士留个后手 待会我告诉殿下 那奸是谁 你一查就明白了 我知道那奸是谁 多顿不想显得无知 他在方文士所指 十有八九身莫处 诸位担心千奇关 落入敌手 不如这样 暂时按兵不动 十天之内 我亲自率军拿下千奇关 再要各位进入西域 龙王要是追回乃行族 与罗罗大可一战 多顿殿下还是率军出关 与我军合在一处为好 方文士得寸进时 开始觊觎多顿的军队了 等龙王回来再说吧 多顿淡淡地说道 他跟大多数人一样 觉得龙王此举不会成功 顾慎为此时 正陷在层层骑兵的包围之中 对面的褶素 没有一点软化的迹象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八百二十五集 龙王回来了 身后只有黎曼和韩分 还有一名奶航族士兵 远处也没有马蹄声传来 士兵们的失望异于言表 他们都不是怯懦的人 可一旦对奶航族十万骑兵 有了期望 见不到他们 就会感到是一种巨大损失 二十万 一名老兵大声喊道 顾身为乐着马 罗罗率军二十万 再有七八天就能到了 老兵解释道 龙王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又有更多更准确的消息传来 咱们怎么办 士兵们七嘴八舌地询问 他们听到消息 军师和小王已经说服众将 大家只等龙王的决定 迎战 顾身为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 军营大门口鸦雀无声 无人反对 但也没有人欢呼 黎曼大声宣布 十万奶航骑兵已经东进 如果我们再不早点行动 就会落在他们后面 龙王追回奶航族了 有士兵兴奋地问道 奶航族将作为我军前锋 阻挡罗罗大军 顾身为说 欢呼声震天响起 顾身为还没有走到主堂 消息已经传遍几乎整座军营 他被简化为几个字 奶航族参战 疏力图和方文氏带头 众将全都出仗迎接 热气地望着龙王 顾身为坐在马背上说 折肃将军已经率领其兵 前往欠其官 疏力图军修正一日 明早出发 龙帆云 你这就前往小冤国传令 两万龙军即可开拔 与大军会合 龙王的决定不用再问了 本来有些将领做好准备 要向龙王阐述撤退的道理 可是没有一个人抢先开口 等来等去 任何相反意见 都显得不合时宜了 备战 方文氏大声喊道 打破了将领们的安静 全军备战 将领们纷纷英明 曾经引起重大争议的事情 在龙王亮相的一刻 烟消云散 多顿将这一幕记载信里 开始明白小燕之 为何对龙王特别重视 阿正吧 多顿高声叫道 在人群散去之前 重新引起注意 立刻回通天关 留一万人守卫 六万人火速前来 命令莫出亲自率军 是 阿正吧上马出营 只比龙帆云晚了一会儿 全军上下的信心 一下子高涨到了云段 将近三十万的大军 人数上已经占据绝对优势 这一战必胜无疑 罗罗从恐怖的敌人 变成了送功劳的蠢蛋 进到帐篷里 只剩下龙王 方文氏 树立图 多顿 黎曼五人的时候 罗罗仍然是恐怖的 多顿没有那么好骗 第一个发问 乃行族真的要与罗罗开战 顾声为没有开口 任凭黎曼回答 乃行族去和罗罗谈判了 黎曼到处实行 多顿心已沉 眼里的顿着黎曼 早知如此 他未必会调集通天官的军队 黎曼急忙解释道 我父亲不会马上投告罗罗 他会先进行谈判 然后做官战斗 哪一方占据上风 乃行族就会支持哪一方 这只比背叛稍好一点 将近三十万的大军 眨眼间只剩下拼凑而成的十八万 已然弱于罗罗 多顿不支声了 话一出口 他必须参战 但是无论如何 也要保住自己的六万骑兵 对一战不得不打 如果不在天山以北迎战 罗罗肯定会借到千奇官 报家通天官 我已经想象什么 解释过了 方文氏不动声色地说 他与龙王想到了一处 心里非常得意 顾身为明白军事的暗示 立刻放下这个话题 罗罗远道而来 粮草牲畜都不充足 我预计他坚持不到冬天就得撤退 咱们来个迎而不战 方文氏接口道 既扰乱敌军部署 也鼓舞我军士气 黎曼点头赞同 他主要想说服的是多顿王子 乃行族是在见过龙王之后 突然改变方向的 这个消息一传到罗罗尔中 他十有八九 不会相信我父亲的谈判请求 在他心目中 我军仍然是将近三十万 也算是一种制衡 多顿已经与疏离图 捆绑在一起 失去这支军队 他就再也没有实力争夺行为 想了一会儿说 好 那就赢上去 不过我军过于分散 我建议设立一位主帅 龙王最合适 方文氏马上提出人选 多顿笑了笑 龙王指挥过这么多的军队吗 这可不是几千人马 更不是一刀一剑的事 当然 我和疏离图也不行 方文氏刚要反驳 顾审为制住他 多顿殿下说的没错 咱们需要一位真正的将帅之才 两位殿下有推荐人选吗 疏离图谨慎地没有开口 多顿沉吟片刻 不如等等 召集更多将领一起商议 那就明天晚上吧 顾审为也不想马上决定此事 大军扎营之后 再确定主帅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可多顿和黎曼一出帐篷 方文氏马上说道 多顿贼心不死 主帅一职 绝不能叫给他的人 疏离图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我在多顿很可能会推荐黎曼 黎曼是哲宿将军的儿子 跟随日主网参加过不少战争 除了比较年轻 其他方面都有资格当诸军统帅 方文氏不停地摇头 这个黎曼到底是哪一伙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不该反对他 黎曼忠于多顿 顾审伟肯定地说 对这一点他从未怀疑 小王殿下可有合适的人选 疏离图早已经考虑多时 军中有几位将领不错 但都比不上黎曼 金氏军要是 金氏军将领大都身经百战 可惜大都死于兵变 我有一个人选 但他不是北庭人 顾审伟说 谁 不会是右将军上聊吧 指挥大军他更没经验 方文氏抢在轮王开口之前 提出反对 独孤县 这是顾审为心目中 唯一的合格统帅 疏离图隐约听说过独孤县的名字 未知一词 方文氏却非常意外 独孤县当然可以 可他远在逍遥海 远水不解尽渴 一去一来 最快也得一个多月 仗都打完了 独孤将军明天就会赶到 顾审伟早就做好了准备 当他带领一万北庭骑兵返回西域时 他已经派人前往逍遥海调降 他现在藏身于通天关 铁灵龙明天就会把他带过来 方文氏目瞪口呆 随后大笑 原来龙王神机妙算 料到罗罗会是灰马枪 我没有料到罗罗这一招 原想让独孤将军在冬天熟悉军队 明年再败帅 现在不得不提前了 当着小王的面 方文氏不再追问 书里图知道自己终是傀儡 那个独孤县一到 小王将只剩下一个名号 不过他已经习惯这一命运 龙王觉得独孤将军能与黎曼竞争吗 独孤县有着丰富的军旅生涯 曾经加入过北庭军队 但是从没有当过高级将领 我相信他 至于如何让独孤将军取得全军的认同 我再想办法 大家一起想办法 书里图说 为自己的傀儡地位 争得一点主动权 三人正在商议 红服在外面求见 带来一个既意外 也在意料之中的消息 小言之想见龙王 他非常着急 就在教头的帐篷里 我待会儿就去见他 孤审围说 放文是一撇嘴 这可是一道难关 这算没啥多少查吧 没啥 孤审围起身 找一找 军中或许有人认识杜孤县 他是小渊国人 曾在北京军中服役 小燕之戴了一顶精致的帽子 掩饰被毒耳茶扯掉的头发 看到龙军进来 他站起来 平淡地点头 龙王忙得很 还能拨出时间来见我 我非常感激 上官如站在一边 神情有些尴尬 中顾身微笑了笑 小燕之太客气了 唉 我算什么小燕之啊 无权无势 当众受辱 也只能忍气吞声 哲苏说 他早晚会给小燕之 一个交代 没错 这正是我最需要的东西 一个交代 以后谁欺负我 只要给个交代就行了 小燕之这么想 我很遗憾 龙王真是心善 请你把一万骑兵还给我吧 我现在是惊弓之鸟 再哪都觉得不安全 需要他们的保护 树立图军中有一万人 原是小燕之的部署 从一开始 他就强调过指示戒 随时都有权要回去 今天天黑之前 小燕之就可以受贿疾兵 谢谢 小燕之客气地回道 启臣准备告辞 可是龙王答应得如此痛快 他反而有点不踏实 补充道 希望龙王不要误解 这一万人只归我指挥 不会交给任何人 包括多敦 而且我会跟随大军 一块参加决战 如果立下功劳 还想扩张军力呢 小燕之的骑兵 将是树立图军的重要主义 我和他都感谢你的支持 小燕之哈哈大笑 离战而去 他这招是什么意思 上官如一直在听 在双方客客气气地回答中 没有发现重点 小燕之以晚疾病独立 意味着他从此在军中拥有发言权 这正是多顿积蓄的帮助 上官如恍然 原来是这样啊 早知道我就应该把 相机之国的一千女兵 都集中起来 是不是也能挣得发言权 顾声为想了想 上官如也跟小燕之一样 哈哈大笑起来 逗你玩的啊 除了你 北京人怎么会允许外族人发言 这大概是唯一能斗龙王的女子 顾声为竟然没有一点气脑 是 北京怎么会允许外族人领兵 他还在想着独孤县 心里有了一个主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826集 小渊国两万农军连野启程 在次日中午 追上一经开拔的 树立图主力军 此时通天观的骑兵 还没有人影 西域人斗志昂扬 不露疲态 与北京士兵过去的印象 大相径庭 独孤县到得更早 除了护送者铁玲龙 连随从都没带 穿着北庭式的短衣 胡须杂乱 双眼通红 与普通难民没有区别 因此 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这位风尘仆仆仆的独臂将军 大军继续前进 独孤县迅速洗面刮脸 换上将官的服装 此后一直跟在龙王身边 与军师等人边走边谈 从这一刻起 独孤县引来主意 传言流伯 迟至当天傍晚 大军乍营的时候 他的名字 已经为不少将士所致 士兵们更习惯地 称他为独臂人 瞧见龙王跟他说话的态度了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龙王 对谁这么礼貌 你见过龙王几次啊 我见过龙王杀人 小殿下好像认得这个独臂人 跟他说说笑笑的 嗯 据说他从前呢 也是北庭军的将官 后来投奔龙王 打了不少胜仗 逍遥海之战 震动西域 一般的北庭士兵 对此却支支甚少 这时又被翻了出来 神兵天将般的 香气之国女兵 逐渐淡化 指挥大军的独孤县 迅速显现 郭神威真希望 自己早一点 将独孤县带到军中 一个白天实在是太短了 没有办法让将军声名确席 士兵们对独孤县的议论 仅此而已 大家都将他当成龙军的将领 而不是整治军队的统帅 北庭军中的一些老兵 的确记得独孤县 其中一人甚至官制万副长 对旧日同袍评价身高 树立图试探性的建议 由独孤县担当统帅时 万副长却直接摇头 一个外族人 不可能 军官们不会接受命令的 这就是当晚推选 统帅之前的情况 树立图很无奈 没办法 龙王创造过奇迹 但是也得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 独孤将军 咱们能不能再拖延一段时间 孤身为摇摇头 大战在即 统帅一事绝不能再拖 当晚二更 通天官六万骑兵也赶来了 另立营地 老帅莫出于阿哲巴赶到小王军营 第一件事就是拜见多顿王子 全军不到十八万人 树立图将近九万 人数最多 也最混杂 难过近视军和诸王投降带来的士兵 龙军两万 大都是输了过人 没有多少战斗经验 小燕之军一万 赖以成名的是高人一等的待遇 而不是战斗力 多顿军六万 原来就以老兵为主 横扫输了国 从未遇到过敌手 当晚推选主帅的会议中 拥有发言权的分别是 书立图 龙王 小燕之 和多顿 方文氏 独孤县 黎曼 莫出等三十余名高级将领旁听 被点名时 才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 书立图是主人 因此由他第一个发言 我推荐黎顺将军 一名脸堂黑屈屈的老将军 沉默地向众人点头 黎顺将军跟随我的祖父南征北战 功勋卓助 老韩王曾经赞他为草原雄鹰 完全有资格担当全军统帅 书立图的介绍 无人反对 黎顺的确如他所说 是一名优秀的将领 第二个发言的是小燕之 他推荐的是阿哲巴 北庭最有名的神社手 年轻有为 甚至士兵爱戴 咱们正需要这样一位 敢闯敢为的统帅 阿哲巴才是千副长 甚至没有资格旁听会议 小燕之麾下没有大将 他的推荐 更像是一种策略 因此也无人提出反对 剩下两人互相谦让了几回 多顿接受了优先发言权 黎曼 黎曼神情严肃 向众人点头 多顿等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 黎曼参加过的战争数不胜数 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父亲和日助王到处打仗 有人也许会说他没有统帅经验 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所谓虎父无权子 折肃老将军的儿子能差到哪里去 乃行祖是我军盟友 老将军如果在此 必定也会支持黎曼 北庭人中血统 多顿的这些话对将领们很有效 就连树立图推荐的黎顺 也点头表示同意 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自己与阿哲巴一样 都是陪衬 最后发言的是龙王 所有人都看着他 想知道他如何介绍独孤县 一名突然冒出来的外族人 只有一条胳膊 已有将军上辽 留住小渊国 独孤县是以两万龙军统帅的身份 参加会议的 可他这一天都陪在龙王身边 连自己麾下的军官都没人权 顾神威站起身 没有直接说出人名 罗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将军 要想和他一争高下 我军统帅也得身经百战才行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众将都同意 但是有一点谁也没有说出口 不管身经多少战斗 都先经过北京人的认可 多顿早已经准备好一套说辞 他会指出逍遥海大战双方 都不是真正的职业军队 独孤县取得了胜利 但是在北京人眼中 那场战争不值一提 新主帅将要统领多支军队 因此不能存有私信 多顿笑道 龙王多虑了 北京人或许各有私利 但是打仗的时候向来同心协力 我们从小就知道配合才能赢得胜利 各自为战 只会向敌人露出破绽 随口一搏 多顿已经将主帅人选 限定在北京的范围内 顾慎为不置可否 看他的脸色像是要孤注一掷 又像是准备认输 莫出 我推荐莫出将军 秩序井然的主张一下子乱了 没有资格发言的将领们 纷纷开口 莫出 怎么会是莫出呢 莫出根本不是龙王的部下 这不合理 可是到底哪里不合理 一时间却没人能说出来 多顿疼得站起身 满脸通红 似乎立刻就要发作 他旁边的小颜知虽然也吃了一惊 却更冷静一些 用目光示意他坐下 熟立图和方文氏事先知情 因此保持沉默 最惊讶的人 当属莫出本人 他完全抱着势不关己的态度 参加会议 双眼迷离 快要进入打盹状态 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而且是从龙王嘴里说出来的 着实吓了一跳 猛地抬起头 茫然似乎 好像刚刚从噩梦中醒来 很快 将领们发现自己的尸态 全都闭上嘴 小燕汁面带微笑 莫出老将军 龙王推荐你当全军主帅呢 什么 莫出似乎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我不行 我太老了 所以比罗罗的经验还要丰富 顾沈为说 可我这些年来当的都是文臣 经验是不会丢掉的 最关键的是 老韩王生前是把西域七万骑兵交给你统帅 我信任老韩王 因此也信任你 老韩王将七万北庭军交给莫出 实际上看中的是他的衰朽 以给爱子多顿夺权的机会 可这种话老韩王没有对外人说过 多顿与小燕汁隐约猜到 却不能予以公开 直到多年以后 老韩王三个字在草原上仍然具有神奇的影响力 更不用说现在 旁听的将领们忽然觉得龙王的推荐有些道理 老韩王生前看中的人还会有错 多顿的脸憋得通红 又一次 他做好了准备 设下了陷阱 龙王却绕了过去 小燕汁不得不偷偷拉扯他的衣角 以直指王子当众暴怒 哈哈 我可真是有点脸红了 龙王在北庭人当中挖出闪光的珠宝 我竟然视而不见 老将军 希望你不要见怪 小燕汁笑语盈盈 莫出墨凳口袋 这个 我实在是精力有限 唉 小燕汁不以为然 眼前形势危机 请老将军勉为其难罢 我支持莫出担任主帅 多顿王子 你的意见呢 多顿觉得黎曼仍有机会 莫出是内奸 跟独步王私下勾结 本来应该斩首是重的 怎么能当主帅 可小燕汁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 他只好挤出笑容 身在树下不知有数 莫出老将军是我军统帅 也是我的老师 没有早想当他是我的失误 我同意由他担任主帅 我也没意见 熟力图马上说到 莫出老将军的确最合适不过 之前惊讶万分的将领们 立刻改变态度 速度之快 能将火焰区远远抛在后面 莫出还想拒绝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开口 兴急的人甚至已经跑出帐篷宣布结果 主帅人选的确定 竟然如此顺利 大大出乎将士们的意料 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次结盟是动真格的 帐内的商议还没有结束 有了主帅 还得有左将 非常简单 四支军队各出一人 黎顺 阿兆巴 黎曼 顺利成长地进入帅帐 龙军左将自然是独孤县 未经任何争议 他也与阿兆巴一样 连生竖籍 顾沈为的部分目的达到了 给予对手意外一击 回到住处 小燕之冷脸教训多顿 你刚才的表现太大意了 树立图都比你镇定 他和龙王是一伙 好吧 我犯错了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干嘛让默初当主帅 你我联手 完全可以阻止龙王的推荐 因为默初表面上是你的人 小燕之更严厉了 即使反对成功 也会给人留下多顿军心不稳的印象 这是你想要的吗 多顿不吱声了 小燕之谈了口气 接下来 你要与龙王争夺对默初的控制权 别再犯错 咱们曾经占据优势 现在又变成势均力敌了 顾慎为 已经做好准备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827集 莫初的一生中 经历过多次起落 曾经未及人臣 也曾经沦为囚徒 在大风大浪中屹立不倒 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惊疑不定 甚至感到恐惧 他坐在帅上里 接受一批又一批将领的拜见 制定计划 规划路线 分排任务 都是一些常规的流程 这对他来说不是难事 龙王与多顿的势力得到平等对待 莫初只给自己的追随者 保留极少几个位置 第一个夜晚 平静度过 莫初次早早起床 恢复冷静 下令大军拔营 然后耐心等待两方势力的拉拢 多顿与龙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段 中午小气的时候 黎曼带来多顿王子的问候 和小颜知的邀请 龙王一方则只字全无 独孤县和黎顺 正常履行职责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与小颜知多顿的会面令人愉快 他们都是老汉王生前看重的人 自然有许多话题 莫顿感慨地回忆起 自己当年喝过多顿制造的尿酒 一下子拉近了关系 多顿命令当初划遍的军官 集体来向老将军道歉 他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大碗酒 对自己的行为痛加斥责 拔刀请罪 万死不辞 莫处则宽宏大度地原谅了所有人 说实话 殿下的行为让我想起了老汉王 当年他只带着少数几名卫兵 冲进前线军营 质问主帅为何不发起进攻 结果那一场打得酣畅淋漓 是北亭骑兵最精彩的战役之一 多顿本人没有道歉 他主要展示了部下的忠诚 的确 只要一声令下 数十名军官 包括最亲近的几名伙伴 都会在老将军面前自尽 小燕之负责协调两人的关系 老汉王将老将军和多顿王子 都派往西域 必然有他的深意 可惜他太早升天 没有将事情说明白 导致了许多误会 莫处当然明白深意是什么 但他装糊涂 是啊 老汉王深谋远虑 从不做无用的安排 我真希望能知道他的想法 不过我敢肯定一点 老汉王肯定很喜欢王子的干脆果断 小燕之也跟着大笑 草原的确需要一点干脆果断了 尤其是现在 老汉王意外升天 北亭群龙无首 人人都想分一杯羹 就连外族人也心怀鬼胎 莫处频频点头 不肯接话 小燕之不好再说下去 是以多顿的一名伙伴开口 锦鹏宝算什么玩意儿 西域的一个小小门派 上官罚舔脸自称独步王 其实不过是一名杀手头子 竟然也敢趟北亭的浑水 莫处差异地问 锦鹏宝的人插手北亭纷争了 独步王的一名谋士 正在罗罗军中当军士 多顿顺势接过话筒 据说 金鹏宝还要将千奇官交给罗罗 龙王与独步王不共戴天 在碧玉城安插了不少奸细 拿到的消息应该不会错 是啊 龙王眼线众多 通天官也有 莫处复言的 显得心神不定 又喝了一会儿 军官们纷纷告退 只剩下三个人时 多顿挑明了目的 龙王怀疑老将军 与金鹏宝勾结 不会吧 莫处一脸的惊讶 我虽然是碧玉城 渡城官 可是跟金鹏宝 联系极少 再说 我一个老朽 金鹏宝 售买我做什么 龙王的军师 差不多公开宣称 老将军是内奸 多顿冷冷地说 我当然不相信 可问题是龙王会怎么想 龙王阴险狡诈 小燕支不中脑 他推荐老将军担任主帅 绝非善意 那个独孤县 才是他真正想推上去的人 老将军要小心了 无妨 龙王不过是一名外族人 轮在西域的势力 恐怕还不如金盟宝宝 有多顿王子和小王子 两位殿下坐镇 我怕他什么 没错没错 老将军的经验和眼光 都是我们年轻人比不了的 龙王区区小虫 兴不起多大风浪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三人只是开怀畅饮 莫出借口次日行军 不到三更就辞行 对于北庭人的酒宴来说 这算是早退 多顿冷下脸 老狐狸 应该给他点颜色悄悄 急不得 起码要等击退罗罗再说 多顿皱眉 对小燕之也有不满 你刚才的话太多了 现在我好像没有主见 小燕之笑着抚摸 多顿坚实的后背 好 听你的 以后我只听不说 不是不说 而是不要说太多 小燕之顺从地点头 服侍老韩王多年 他对什么时候该张扬 什么时候该服软 琢磨得清清楚楚 放心吧 莫出不敢倒向龙王 龙王要想篡夺北亭的权力 也还早着呢 他们都是你的棋子 连我也是 多顿心中涌起强烈的欲望 但他知道轻重 握着小燕之的手 以永远不会向外人显示的 柔情声音说道 你不是棋子 你是我的左右手 替我出主意 替我移动棋子 第二天一大早 前线又传来消息 罗罗听说连军迎战 停止西进 驻扎在千奇关附近 已经派人下战术 又隔了一天 这封战术才送达 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战术启航 只有四个字 龙王足下 战术非常简短 大义是说 草原纷争黎民受苦 不如一战定胜负 早日结束混乱局面 多顿与书立图的名字 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次 是希望龙王照顾好 两位韩王子孙 好像他们已经成为人质 顾审为相信 这是张吉的手笔 战术的内容 很快在军中流传 将士们先是对罗罗感到愤怒 觉得他有意蔑视两位殿下 没多久 猜疑还是产生了 许多人第一次自问 这是军队到底归谁所有 敌军胜了 罗罗自然会是新韩王 联军呢 胜利之后 还要再来一次决战 并肩作战的朋友 转眼就得刀剑相向 方文是你 就一封措辞激烈的回书 直指罗罗身世可疑 没有资格争夺汉卫 更没有资格过问 韩王子孙的事情 不过私下里他承认张机赢了一招 这是个麻烦 现在胡思乱想的人还不多 必须尽快制止才行 多顿也感到事态紧急 虽然他将龙王和书立图视为竞争者 可是联军如果此时分裂 他得不着一点好处 各怀新人士的己方 再一次坐下来商议 暂时抛弃戒备与阴谋 一致认为 有必要向全体将士说明情况 此日 全军休整一天 多顿与书立图携手登坛 对天启示 绝不以战争手段 解决两人之间的分歧 任何一人继承行位 都会封对方为王 一共十八支万人军 与罗罗决战之后 将论功行长 作战最勇猛的九支万人军 获得投票权 将由他们在两位 韩王子孙当中 选择新韩王 史无前例的是 龙王率领的两支万人军 也可以争取投票权 这还是第一次 由外祖人参与韩王推选 不过全军一致认为 西域人不可能 比北庭骑兵更勇猛 他们主要以长枪为武器 甚至不懂得骑射之术 随后 多顿与树立图共同册封西域龙王 并公开承诺 继承韩位之后 还会正式授予王好 西域两个字 在龙王身上加了一个限制 郭神文也由此表明 自己绝对无意追逐草原的权利 再次拔营之后 方文士终于松了口气 张继和罗罗可算是自作自受 他们想挑拨离间 结果我军士气更高了 大家都在摩拳擦掌 准备大打一场呢 韩王投票权 极为宝贵 意味着这支万人军 只要目光准确 就肯定会成为新韩王的近视军 获得大量奖赏与特权 争抢是免不了的 方文士开始分析几方的优势 原县的戒指军士兵 可以凑数四十完整的万人军 他们要是争不到勇猛之名 那就奇怪了 只要再组建一支强大的万人军 树立图就能稳操胜券 独孤县不关心谁当韩王 但他指出一个明显的漏洞 十八万大军 从头望不到尾 一旦开战 用不了多久就会乱成一团 出了天上的神灵 没人能看清战场形势 谁勇猛谁怯懦 根本无从判断 每次战争之后 都要论功行赏 难道是乱平一气 方文士不太服气 当然不是 可普通的战争 只有一位统帅 一位军王 在他目利所及 会选出最勇猛者 目利之外 则交由左右翼的副帅选择 咱们这支军队的情况 可有点特殊 顾省为明白独孤县的意思 对韩卫的争夺 其实不是由最勇猛的 万人军决定 在论功行赏阶段 树立图就得与多顿 展开数字搏斗 先不想他 打败罗罗才是眼下 最重要的事情 顾省为说 方文士有点失望 他虽然满腹红论 对战争了解的 还是太少 随后眼睛一亮 多顿与树立图 争执不下 其实更好 咱们可以切记拿下千奇冠 断掉金鹏宝的另一条胳膊 顾省为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失去千奇冠和通天冠 避雨城门户大开 金鹏宝将成为顾宝 指日可下 打败罗罗之后 金鹏宝唯一能投靠的势力 就是中原了 顾省为如此判断 方文士凯然道 有独孤将军在 我在军中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真打起来我更帮不上忙 不如让我去捡中原人马 早做准备 切断金鹏宝的这条路 顾省为同意了 地方魏宋 他很可能会坏事 如果可能 最好召召他的对头 方文士面露微笑 我明白 龙王想要斩断 魏宋在中原的关系吗 说实话 我已经提前做过一些调查 这事儿没准能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828集 一场双将 让气温骤然降低 战马不安地打着橡皮 喷出大团的白气 顾省为骑马立于高地 遥望天地间的庞大军队 根据赤后的报告 千奇关以北集结的军队 超出之前的预期 独孤县已经整理出脉络 正在介绍情况 任出独鼻之道 千奇关东面 靠山扎营的是一支中原军队 从这里几乎看不到 大概有两万人 这里有中原人 顾省为烧感意外 他原以为中原在西域的驻军 都已经被消灭殆尽 独孤县点点头 楼兰国的中原主力被击溃了 这一支是漏网之鱼 大概是想死机夺取千机关 结果撞在罗罗手上 罗罗竟然没有立刻攻下中原人的营地 我猜罗罗的策略是这样的 集中全力击败我军 此一一胜 观战各方自会纷纷投靠 中原军队也会不战而降 中原营地往北二三十里 即是罗罗大军 靠河扎营 远远望去连绵的帐篷 像一大片河边的沼泽 无边无际 罗罗大军已经超过二十万 独孤县接着介绍 草原东面不少部族赶来驻战 他们驻扎在罗罗的西北面 至少有三四万人 很可能会成为骚乱我军左翼的力量 独孤县的手臂 继续移动 划过一条弧线 直向正北方向 那里是另一军赶来观战的部族 他们还没有决定支持哪一方 离咱们最近的是乃行族 乃行族提前一天到达战场外围 一直等到联军到达 这速将军才将营地向前推进 扎营的地点选得很巧妙 避开罗罗的正面 减少了对方的敌意 与此同时 离联军也不算太远 显出与众不同的亲近 更往北一些 数十支部族军队散乱地分散在一块广阔的区域 与决战双方都保持着差不多同样的距离 乃行族是顾审为与黎曼劝说过来的 其他部族则是不请自来 他们的消息够灵通的 顾审为说 他做出迎战的决定才不过几天功夫 竟然有这么多人赶来观战 罗罗早就向各族传递了决战的消息 而我军最后一个知道 罗罗的信使 恰准了时间 各族也马不停蹄地赶来 从昨天开始 有不少部族派人向两位殿下质疑 顾审为没有追问下去 这种质疑几乎没有价值 多顿和树立图得到多少 罗罗也会得到多少 甚至更多 这是一场公开的赌博 胜者将赢得绝大多数部族的效忠 从而铺平继承寒卫的道路 北庭人尊崇强者 对此毫无隐晦 龙帆云提醒道 乃行族有人过来了 十几名骑士正向高地这边及时 龙帆云与五十名卫兵展开队形 铁玲龙拔刀警戒 寒分身薄遥望 莫林最为镇定 但是向龙王靠近了一些 这就是顾审为身边的全部力量 来的人是哲宿将军 在十步以外停下 对卫兵们视若无睹 龙王来看查地形吧 这里就是战场了 龙王打算什么时候开战 大家可都等得心急了 顾审为指着北边的各部族军营 观众还没到齐 不妨再等等 者素回头望了一眼 目光越过本族营地 大多数官战部族带来的骑兵 人数不多 少则数十 最多的也不过两三千 只有奶行族率兵十万 成为决战双方以外 最强大的势力 哈哈 龙王心中有数就行 我已经派人跟罗罗谈过了 他挺好说话 同意让奶行族 自己选定日主王 将军的目的达到了 还要感谢龙王 要不是由你劝说 奶行族可就错过这次良计了 各有所需 将军不必客气 郭身为当时只想激励树立图军营战 目的也已达成 哈哈哈哈 龙王够直爽 说实话 我希望你能胜 小王毕竟是老日主王的外孙 与奶行族有亲缘关系 支持他 我更心安理得一些 所以龙王努力吧 哪怕是打个平手 我也会率军参战 不等龙王回答 者素已经调转码头 带领护卫离去 说了半天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铁玲珑收起刀 疑惑地问 顾神威望着 者素的背影 第一 他不相信我军能打赢 罗罗的军队 肯定给他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第二 万一我军胜利 他只支持树立图 我得把多顿和小胭脂除掉 因为多尔查的莽撞 奈行族已经失去 与多顿联合的可能 铁玲珑不屑地笑出一声 和一般的护卫与杀手不同 他敢于在龙王面前开口 这个家伙口气不小 奈行族势力强大 口气自然也不会小 这已经成为 他们的习惯与传统 但顾神威预感到 这一局面 不会持续太久 老韩王想要剪除后族势力 愿望终会实现 观察的够久了 可以回去了 独孤县稍险不安地说 这里距离几方军营迫远 能望见敌军 也很容易被敌军发现 顾神威带头驶下高地 先是向南方奔驰 他打算熟悉一下战场环境 再折向西部军营 铁玲珑最先发现异常 又有人追来了 这回追来的来自东面 正是罗罗军营的方向 龙发云立刻拔出长道 请龙王和独孤将军先退 我来殿后 顾神威骑着火焰鞠 兜了一小圈又转回来 遥望片刻 不是追咱们的 果然 数十名北京骑兵 正在追赶七八名骑士 就在顾神威等人观望的时候 已经有两名骑士中箭落马 可能是陷阱 龙王还是先退为好 龙帆云也变得多疑了 独孤现在熟悉各国军队 说道 他们追赶的好像是中原人 顾神威迅速做出决定 救人 龙帆云心里虽然不踏实 仍然遵从命令 再次展开队形准备迎战 他这次带出来的卫兵 大都是追随龙王的野人 他们离开森林已经很长时间 仍然只会说少量的中原话 喜欢骑马 却从未精通 但是如果站立不动的话 他们拥有极佳的射属 远超普通的北庭士兵 龙帆云大声喊道 小王士兵在此 被追赶的中原人 似乎认得他们 笔直地冲过来 龙帆云一声令下 卫兵们同时放箭 射向中原人身后的追兵 十余名北庭士兵应声而倒 剩下的人显然大吃一惊 立刻拨马逃跑 中原人损失惨重 只剩下一匹马跑过来 上面乘着两个人 郭声为都认识 空铜派的泛庸大 惊喜万分 真的是龙王 在他身后 图翩翩站在马背上 一手扶着尸子的肩膀 一手握着拐杖 就是他挡住了后面的箭矢 有什么奇怪的 我早就说过了 龙王 我弟弟呢 图狗等人都被派往碧玉城 郭声为没有回答图翩翩的问题 下令回营 联军营地同样衣衫靠河 占地广大 郭声为直接将空铜派两人 带到自己的帐篷里 说吧 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图翩翩哼了一声 仍然只有一句话 我弟弟呢 樊勇大十分尴尬 小声劝道 是不 龙王刚刚救了咱们一命 用得着吗 没有龙王 我也能挡住追兵 实在不行 下马把他们都杀了 樊勇大向龙王苦笑 他知道得很清楚 再跑下去 人受得了 马也受不了 至于下马战斗 北京骑兵根本不会接近 只会在远处射击 总之 没有遇到龙王 他们必死无疑 郭声为不着急 接过铁玲龙端来的茶水 喝了一口 冷淡地说 看来你们没有什么急事 说吧 转身查看桌上的地图 船令官进进出出 好一会儿 龙王的帐篷里 才安静下来 期间 空同派两人 被晾在一边 图翩翩的脸越来越红 范勇大几次想要开口 却都被他制止 最后 他还是屈服了 拐杖往地上一撮 你赢了 我斗不过你 图狗的死活 我也不关心 郭声为抬手示意 他闭嘴 又过了一会儿 才转过身 说吧 图翩翩面红耳赤 你什么意思 跟我摆谱吗 郭声为点点头 因为我是龙王 范勇大忍不住了 上前一步 双膝跪下 龙王 我们是来向您求救来了 图翩翩被龙王说得一愣 眼见失职跪下 没有再次阻止 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郭声为示意 范勇大起身说话 十万中原军队被困 请龙王发兵解救 两军联合 必能轻易打败罗罗 十万 范勇大脸红了 叙数十万 事数七八万 六万 不到两万人 吹什么牛皮 图翩翩立声赤道 他不肯向龙王低头 可也不愿意撒谎 范勇大脸更红了 是 一万八千多人 请龙王尽快救援 顾声为在桌面敲了两下 这里也是北定人的军队 你却想让我去救一支中原军队 图翩翩急匆匆地插口道 龙王 你连自己的女人也不救吗 我的女人 碧玉城的那个 叫什么 罗宁查 她不是你的女人吗 顾声为的脸色一沉 她是独步王的儿媳 就是她丈夫亲自带队暗杀故事全家 图翩翩茫然失措 这跟罗宁查信誓旦旦说的内容可是不一样 范永大上前一步 被铁玲珑和韩坟逼使 又退了回去 雅迪声音说 实话告诉龙王 中原军中有一位大人物 如果龙王肯伸出援手 他能保证让中原全力支持龙王 甚至割让整个西域 郭神威沉默不语 等着范永大继续说下去 范永大以为龙王会将护卫撵出去 等了一会儿 见龙王没有反应 值得用更低的声音说 当今皇帝的亲叔叔 郭神威转向兔翩翩 兔狗没事 他在碧玉城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829集 多顿最近的脾气比较大 他不喜欢眼下的胶着状态 周围的人却想不出 干净利索的解决办法 他知道耐心的重要性 可也想将自己身上的压力 向部下转移一点 争夺 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业 事成之后 功成名就者 就应该提前做出贡献 这是多顿的想法 多顿的压力 一多半来自龙王 那个本来没有资格 与他竞争的外族人 龙王去查看战场了 多顿严厉地问道 怎么一早没人告诉我 他都已经回来了 我才知道 黎曼与阿哲巴 虽然已经身为高级将领 在多顿面前 仍和从前一样攻紧 至于其他伙伴 更是大气不敢出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在击败对手之前 王子殿下大概是 不会恢复和颜悦色的 阿哲巴负责监视龙王 垂头自责 是我的错 龙王经常外出 他今天早上带的卫兵又不多 所以我就忽略了 以为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以为 多顿强压怒气 事与其他伙伴退出 只留阿哲巴和黎曼两人 你知道龙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吗 演戏 让全军将士习惯一个想法 觉得龙王才是这支军队的领袖 只是 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必须寸步不让 可是因为你的失误 我落了下风 阿哲巴连脖子都红了 男男的只会说一句话 是我的错 黎曼插嘴 殿下过滤了 龙王此行知道的人不多 不会在军中带来多大影响 多顿眯一眼看着黎曼 越来越不喜欢他 要不是小燕之极力推荐 黎曼根本不会受到重用 黎曼 你认识龙王多久了 几个月 半年吧 龙王的所作所为 你都看在眼里 是 他是光明正大的人吗 不算是 黎曼犹豫着说 从进入龙庭的那一刻起 他做过多少次出人意料的事情 很多 如果我说龙王擅长装神弄鬼 应该没错吧 据说进士军 就是这么被龙王迷住的 黎曼觉得难以回答 你也被他迷住了 多顿面露不屑 龙王是名强大的对手 我必须假设他的一切行为 都是有目的的 宁肯猜错 也不可放过 龙王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黎曼大胆说道 他相信自己的职责 不是讨好王子殿下 而是指出明显的事实 他的野心旨在西域 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碧玉城 殿下只需要专心应对 罗罗和树立图 龙王自会选择与强者结盟 多顿抬起手臂 搭在黎曼的肩上 语气大为缓和 你说的没错 这有一点你忘记了 韩王是不会与任何人结盟的 龙王也不肯向任何人低头 所以他注定是新韩王的敌人 这跟他的野心在哪无关 也跟谁继承韩卫无关 黎曼脸色骤变 想要跪下 却被多顿牢牢搂住 殿下说得对 是我错了 多顿在黎曼和阿哲巴胸前 搁垂了一圈 不管心里有多厌烦 他仍能做出亲和的姿态 笑道 我说话可能有点重 你们两个不会在意吧 不会 两人一起回答 树立图只是一个小孩 不足为惧 咱们的敌人只有两个人 罗罗和龙王 是 罗罗和龙王 两人又一起重复道 多顿眼中露出一丝狂热 虽然这两人的忠诚都有瑕疵 但是核心未变 仍有可用之处 想要击败龙王 就得和龙王一样 不择手段 黎曼与阿哲巴同时抬起头 预感到王子殿下 有重要的话要说 大战在即 现在不是与龙王竞争的时期吧 阿哲巴感到困惑 所以这才能出其不意 多顿耐心解释 他已经将这两名部下捏在手里 可以透露一些真相了 至于罗罗 我没有忘记他 事实上 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 黎曼与阿哲巴大吃一惊 呆呆地看着王子 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 多顿微笑 没错 这才是他要的效果 可是 黎曼终于开口 殿下与罗罗 我们两个终有一战 但不是这一次 罗罗不想在此地拖延 他想速战速决 回头应对东面的中原大军 我也想先解决西边的敌人 所以我们达成一项协议 在战场上 牺牲龙王 黎曼已经大制裁到王子的计划 嗯 多顿转身扶去桌上的杂物 掏出自己的匕首立在上面 这里是中军 包括小胭脂的一万人和树立图 调派的四万人 有莫出那个老家伙统领 阿哲巴辅佐 他抬起手臂 黎曼与阿哲巴急忙 掏出自己的天神匕首 多顿将第二只匕首 扎在左边 这是左翼 也就是北面 是我带来的六万骑兵 有黎曼统领 第三只匕首扎在右边 多顿特别用力 指着他说 这里是右翼 包括树立图军不到五万人 加上龙王的两万人 有黎顺和那个独臂人同领 龙军紧靠天山 是最右翼 当初这么安排 是觉得龙军的战斗力不强 所以把他们排在最里面 黎曼说道 迄今为止 多顿王子还没有说出特别的内容来 这里也是一个死角 除了转身溃逃 龙军没有别的余地 阿哲巴也有点明白了 让龙军单独迎战啰啰 龙军大都是从输了国招募的新兵 几乎没有实战经验 尤其不擅长骑射 本来只能起辅助作用 没有友军的支援 必败无疑 多顿点头 黎曼与阿哲巴互望一眼 心里都有很多疑惑 黎曼先开口 疏离图的军队会支援龙王的 把他们也一块牺牲吗 当然不 疏离图的士兵就是我的士兵 我已经做好安排 右翼的疏离图军只会虚张声势 不会参加战斗的 身边两人越是惊讶 多顿心中的满足感越强烈 至于中军 小胭脂的一万骑兵会听从阿哲巴的指挥 你知道该怎么办 是 但你的任务不止于此 你得控制莫处 命令整治中军原地不动 阿哲巴咬着嘴唇响了一会儿 我能做到 多顿在他肩上重重地派了一下 这才是我想要的猛将 至于左翼 有黎曼指挥 多顿亲自监督 没什么可说的 黎曼指着三只匕首的对面 如果这是罗罗的陷阱呢 他若是发起全线猛攻 我军可就被动了 当然 我是不会轻易相信罗罗的 所以咱们要做好两手准备 而且罗罗给了我一个保证 多顿随手抓起一团废纸 放在更左边一点 这是乃航族 他们是来观战的 罗罗向我保证 大战一开始 他们就会命令中右两军调转方向 进攻乃航军队 只有在这个时候 咱们才会按兵不动 乃航族 阿哲巴更吃惊了 多顿拔出一只匕首 刺进支团 乃航族狂妄自大 竟想左右汉卫之争 我和罗罗都想将其除掉 罗罗军进攻 我军则敞开门户 欢迎乃航族士兵投降 阴谋成行了 连黎曼也挑不出太多毛病 他唯一的担心是龙王没那么好骗 小颜知知道殿下的计划吗 多顿脸色阴沉 老汉王会将每件事都告诉女人吗 黎曼不说话了 多顿缓和语气 小颜知是个聪明人 但他受龙王影响太深 所能想到的最厉害招数 也是要强迫龙王投靠我 这一次的计划要对他保密 一旦开战 他的任何命令都无效 明白吗 明白 黎曼与阿哲巴应道 事实上 此刻的多顿王子 更像是他们心目中的草原之主 多顿对黎曼说 这宿是你的父亲 我会饶他一命 但乃行族的傲气 不可纵容 我跟父亲已经挑明 各位其除 他没有因为我而支持殿下 我也不会因为父子之情 犹豫不决 多顿满意地点点头 对阿哲巴说 不要为女人误事 我原谅过你一次 希望你不会再让我失望 我将自己的半条命 压在了你身上 阿哲巴脸色红了 刚想要跪下 被王子扶起来 请殿下放心 我不会做出任何损害 殿下利益的事情 多顿对两人说 你们两个都很欣赏龙王 这很正常 其实我也觉得龙王是个人才 但他太骄傲了 要求比哪行族还高 我必须除掉他 才能腾出权力与 罗罗争夺行为 你们能为我忘掉龙王吗 能 两人几乎是抢着说出这个字 现在 唯一的问题是 鼓动龙王尽快开战 以免夜长梦多 这需要咱们一起努力 听说龙王带回来两名中原人 我想可以在这方面想想办法 黎曼与阿哲巴都有同样的想法 对龙王要么真心结盟 要么一击必杀 之前多顿王子的尝试都失败了 可这一次 两人觉得成功的希望极大 当天下午 多顿等人准备好进行一场唇枪舌战 将联军的战略 由迎而不战 改为尽快决战 出乎意料 龙王竟然把他们的话给抢了 明天 郭神为环顾四周 寻找可能的反对者 我建议立刻发出战术 明天就展开决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八百三十集 顾盛为立主次日开战 自有他的理由 其中最重要的是 乃行族 者宿并非盟友 这件事早晚会传遍军营 倒是会使得士气更加低落 独孤县提出另一个理由 也是他一向坚持的原则 若想固守 必先进攻 只有让士兵们相信双方的实力差距 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 他们才能踏实地防御到冬季来临 而不是望风而逃 对西部联军来说 这一点尤其重要 尚未开战 他们当众的许多人已生巨异 关于罗罗在东部边境百战百胜的传闻 甚一消沉上 退守通天官 或者小援国的想法 仍然很受欢迎 多顿表达过惊讶之后 很快恢复冷静 提出了一条反驳意见 龙王与独孤将军所言极是 但是 都是假设明天的战斗能赢 可要是输了呢 士气会更加低落 逃亡的人也会更多 长痛不如短痛 树立图说 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想法 他对自己的微妙地位感到紧张 希望尽快有个结果 独孤先笑了几声 短痛虽好 不如不同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将原近视军和一万龙军士兵 集中至中军 由他们出战 左右两军歹命 做出备战姿态 罗罗十有八九 也只会派出部分主力迎战 近视军的实力大家都了解 龙军只需配合 只要近视军不败 甚至小胜 我军立刻守兵 改日再战 如此一来 军心可稳 士气可增 书里图首先表示同意 龙军勇往直前 对全军将士 会是极大的鼓舞 没错 顾身为说道 他与独孤县的用意之一 正是借助外族人的身份 及其北庭士兵的斗志 这样的作战计划 与多顿设想的陷阱 不太吻合 黎曼问道 如果罗罗没有中计 全军齐尽 我军如何应对 仍然是由独孤县回答 那样的话 军战就真的提前开始了 得由主帅根据实际情况增大军力 我的建议是 尽量先发右翼 无论怎样 左翼也要留一部分后背军力 防止观战不足 趁火打劫 然后逐渐受兵 总之明天要证明一件事 罗罗大军没那么可怕 多顿与黎曼和阿哲巴互望一眼 装出勉强的样子点点头 小燕汁的一万骑兵 也隶属中军 让他们也参加首轮战斗吧 多顿建议道 最好不过 独孤县说 莫出虽是主帅 信守的却是无为而至 他只提出一个问题 解释军 有谁直接指挥 自然是独孤将军 他对整个计划最为熟悉 树立图马上收到 多顿立刻心生警惕 琢磨了一会儿 心想无论怎样 树立图也不会将指挥权交给自己的人 于是也同意了 事情已定 由莫出下达一系列命令 很大一部分原进士军士兵 已经驻守在中军 相关调动影响不大 龙群将分出一半 由最右翼前往中军为止 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议论 而本应该最引起士兵议论的事情 独孤县成为中军统帅 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多顿心生怀疑 根据变动调整自己的计划 阿哲巴 你的任务更重了 不只要控制莫出 还得拿下独孤县 近视军是我的 绝不能平凡牺牲在战场上 是 阿哲巴甚感责任重大 黎曼出了一个主意 我觉得不如这样 让罗罗配合一下 指派中军迎战 等到独孤县下令授兵的时候 阿哲巴皆是人质 要去一万龙军殿户 此时罗罗派出左翼发起进攻 对应的正好是我军右翼 龙王要救自己人 就会派出另外一万龙军 多顿接着说下去 没错 就是这个主意 我会连夜派人与罗罗联系的 哈哈 龙王想借此机会将独臂人 推到高位 却正好落入垢中 阿哲巴思考多时 又想起一个问题 龙王和他的几名护卫 武功高强 不好对付 独孤县身边很可能 有高手保护 嗯 我早想到了 多顿危怠不屑地说 龙王涅增铁玲珑 上官儒 两名中原人 也就这六个人算是高手 还有一个莫林 我会想办法 束缚他旁观 阿哲巴听到 上官儒的名字 也在其中 心中一颤 差点想要开口说 他不算高手 只是酒量好 话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他已经向殿下承诺过 不会再因为女人坏事 多顿继续道 别以为只有龙王养着高手 我保证 每一名龙王护卫 都有至少两个高手对付 至于龙王 我会特别对待 其实如果计划顺利 他会死在乱剑之下 用不着皮肤之勇 两人一起生事 多顿又吩咐道 阿哲巴 你去打听一下 龙王明天会亲率拿镇龙军 他要是又想演戏 想参加中军的战斗 那就太好了 是 阿哲巴应证 同时心里想用什么手段打听 多顿看着他 脸上显出一次惊讶 阿哲巴 你不会不知道该问谁吧 上官叫头 阿哲巴恍然 多顿点头 这是他对部下的又一个考验 阿哲巴起码使在军营里 心情沉重 上官如在中军后方 拥有一小块独立的营地 与小燕汁比邻 阿哲巴走近 看到营地里的女兵们正在忙碌 颜色鲜艳的火焰剧 在其中颇为醒目 龙王将马还回来了 阿哲巴心中又是一惊 正在打理火焰剧的红服 看到阿哲巴 笑着迎过来 真不巧 叫头去见小燕汁了 要不要我去通病一声 不用 阿哲巴跳下马 命令随从将几滩酒 放在营地门口 我得到一些好酒 送给上官教头尝尝 看你们的样子 明天也要参战吗 当然 洪福兴奋地说 我们可是乡击之国女兵 虽然人数不多 但也不怕上战场 我们会加入中军的龙军 跟将军你并肩作战 阿哲巴勉强露出笑容 望着火焰剧 荣幸之至 那这是一匹宝马 是啊 教头还说 担心他跑得太快 明天不想骑呢 阿哲巴脸色一变 不 跟你家教头说 明天一定要骑火焰剧 为什么 教头要是跑得太快 我们可就跟不上了 洪福颇感疑惑 他是战马 很容易控制速度 阿哲巴拼命地想理由 我想龙王将火焰剧 送给教头 还给教头 洪福纠正道 龙王早就把他 送给教头了 对 不管怎么说 这是龙王一番心意 他肯定希望看到 教头骑着火焰剧参战 龙王未必能看到 洪福啪了口气 他会守在最右翼 估计看不清战场上 谁是谁 答案竟然如此轻易到手 阿哲巴却没有一点喜悦 齐着吧 龙王时候总会问起来的 好 我会劝教头骑火焰剧的 阿哲巴告辞 洪福命人将酒收藏 自己走回帐房里 山官如正对着木刀发呆 他没去见小颜知 只是不想与任何人会面 除了那个不会来的人 教头 阿哲巴来过了 送来几堂好酒 我都收好了 洪福将限制教头喝酒 当成自己的职责之一 上官如回过神来 笑道 难道他还想着 洪福欲言又止 上官如问 有话快说 又想劝我换兵器吗 木刀 洪福想不出 如此简陋的兵器 在战场上能有什么用 但他想说的不是这个 算了 教头武功高强 吃手空拳也行 我是说阿哲巴有点奇怪 他好像特别担心教头会有危险 一个劲的让我劝说你骑着火炎鞠 好心也算怪嘛 你没看到他本人 总之很怪 管他呢 打仗总有危险 到时候你和女兵们不要离我太远 洪福点点头 琪琪爱爱的说 我向阿哲巴撒了个谎 没关系吧 什么谎 山官如既意外又感兴趣 我说龙王会守在右翼 你觉得阿哲巴是来向我 打听龙王消息的 洪福严肃地点点头 有些事情他并不引以为荣 但是猜测男人心事的本领 他从来没丢 这不算撒谎 山官如正色说道 龙王自己大概也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龙王明天会在中军 洪福十分肯定 同样是出于女性的判断力 顾身为此时正在最右翼的龙军营地里 与龙帆云五纵横一块分派士兵 一半留在原地 一半前往中军 士兵们热情高涨 许多人甚至主动要求前往中军 独孤县之前对这支军队就有过评价 这是没真正打过仗的人才有的勇气 如果哪一天突然消失 龙王不要失望 龙王 一名胆大的士兵竟然高呼起来 是我 顾身为看过去 认出这是跟随自己迎接 孟家车队的士兵之一 谢德志 就是我 谢德志激动的声音都发颤了 兄弟们让我来跟龙王说一声 派我们去参战吧 这或许不是独孤县欣赏的勇气 就是顾身为真心的人心 还记得战场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紧跟龙王骑制 谢德志和身边的几名士兵同时说道 紧跟龙王 更多士兵齐声呼叫 顾身为早已做出决定 他要亲自上阵 这是一支缺乏经验的军队 统帅的一身作则 也许能让他们稚嫩的勇气 爆发出真正的力量 不远处的图翩翩 看着跟士兵们一块呼喊的范庸大 撇撇嘴 好狂的小子 可他心里也跟师侄一样 拥起了久违的热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